社工雷志恒入院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在定監警會審視去年范州立事件如權 高等法院完成聆訊 額後頒布書面裁決 案件申請人為社工雷志恒 答辯人為監警會 因應疫情 法庭透過視像系統進行遙距聆訊 雙方代表律師沒有到庭 法官透過視像通話聽取雙方臣詞 申請一方提出司法覆核 是針對監警會主動對去年6月9日至7月2日期間 發生的幾次大型公眾活動進行審視 並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和向公眾公布詳情 認為監警會職能是觀察、監察和福檢投訴的主理和調查 並找出可能引致需回報投訴的不足之處 向警務署署長或者行政長官作出建議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說 監警會可以要求警務署署長調查 需匯報投訴和呈交統計數字和報告 但沒有授權監警會有調查權 監警會進行調查屬於月權 提交報告亦可能與警方的調查報告帶來矛盾 監警會一方說 這次的調查是作出審視和提供意見 事實裁斷只是涉及收集證據和排列時序 無需處理活動性質和內容 並沒有消閱職能 監警會亦都收集和整理由公眾提供的相關資料 並非單方面用警方的資料 而條例亦都列明監警會有權做所有合理和有助執行職能的事 法官聽取了雙方陳詞 稍後會作出書面裁決 無線電視機者鄧傑瑩報道